但是 5 跟 6 呢 因為這兩個 piece 不是兩邊保留的 所以在 inter-join 它是不會出現的 好 那同樣的看到這樣子 我們也不知道一件事情 inter-join 它是可交換性的 這是一個數學系的無聊樂趣 但是有留興趣就想一下 是不是樂趣在哪裡 好 那回到剛才講完 在 inter-join 跟 inter-join 其實 我們真正還是要回到實際的問題 那我們剛才的實際問題是什麼 我們的實際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現在有兩張資料表 一個是每一個月份的房貸月 另外一個是每一個年度的 GDP GDP的值 那所以我們的問題是 請問我們應該要用哪一種 join 來把這兩張標 做連結 而且如果用的是 lab join 剛才有講到 它是不可交換性的 那誰會是第一個參數 其實做到這裡啊 這邊其實就 真的在實務處理上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該有提到 我們以不同的 假如是在做 lab join 的時候 我們以不同的 資料表作為基底來做的話 那你最後會秀出來的資料頁 就會不一樣 那所以這個其實有牽扯到 那到底我們最後想要看到什麼樣的資料頁 那到底我們最後想要看到什麼樣的資料頁 這邊可能跟 這個可能就跟程式無關了 可能對這個有什麼看法嗎 就是覺得 應該是哪一個 這邊呢 其實呢 算是我自己一個目標的小陷阱 它兩個都可以 一個是 如果你想要做 let join GDP parfine 或者是 你想要做 inert join GDP parfine 都可以 這邊 是我 對這兩張資料表的看法 如果大家真的有在 就是手上的電腦 有打入剛才的資料 然後我們去看了之後 我們會發現到一件事情是 GDP是年資料 然後房貸余額 它是月資料 所以想必 房貸余額它的資料 一定是可能比較詳盡的 假設說 什麼都不想 我們不想中間的業務邏輯 只是單純為了資料處理方便 我們也會直覺想到 一定要以GDP 以年資料為主 為什麼呢 因為 我今天如果用時間去做join的話 我今天假如用let join 然後我以房貸余額為主 你要用let join的概念 我們會想到的是 把GDP join到房貸余額上 所以當GDP沒有的值 它就會把它擺上一個 NA值 Nunaverable的值在上面 那你後續還要再把這些 Nunaverable的資料列給處理掉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是以GDP 這個以年資料為主的 當做let join的主要的表 去let join 這一些房貸余額 那只要時間相同的join上去 其他沒有對到的就不管它 那我們最後就可以得出 一個完整 而且沒有那verable的資料表 這個完全都跟業務不關 這純粹就只是我們在做 後續資料處理偷欄用的一個 直覺式的想法 不過這個東西可能大家 操作久了久了就會有這個直覺 那如果以業務上來想的話 我們看這兩個資料表呢 假如說大家真的對這個 資料操作細節有興趣的話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要把GDP 以房貸余額為主 然後把這一張資料表在旧委過去的話 剛才就遇到剛才提到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在對資料時間點的時候 一個是月資料 一個是年資料 我要怎麼樣把年資料的解析度 降到月資料區 我要怎麼樣把解析 一個做法是說 有可能做內查的方式 然後去把這個資料降過去 對 但是這個就 面對到一個問題喔 我們現在在做資料ETL 我們如果做了 剛才講內查的方式 把它降到每一張資料表過去的話 那這邊就會影響到 大家在處理後面 根本 不知道你ETL做過程的人 他就會有這資料的真實資料 那後面他在做分析就會有無法 對 所以其實在 真實 我們真的在做ETL流程的時候 除非 除非我們真的有跟其他的 後面資料分析團 所以有比較討論過 了解過 讓我們比較不偏向自己去做一大堆FIT的流程 然後查入一些自己去模擬出來的數據 對 這是比較偏資料處理裡面的實物的狀況 對 那這個內容就是分享給大家 當然 那今天的話 我想大家就直接 只要去想的 就是為了後面的資料處理方便 所以我們以年資料 這個資料列為主 然後做 跟黃大優有做ETLINE就好了 好 那所以事實上呢 剛才講那麼多 最後 就 就是 請大家直接 做剛才ETLINE就可以了 那在做剛才ETLINE的時候呢 這邊可能有一些小小的 資料處理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因為GDP它是一個年資料 那事實上在之前的操作 我們是把GDP的年 年份抽出來 但是它並不是時間這樣的一個 可以跟房貸一個T做連結 所以我還必須要先做一個 NUTEN這個指定 把GDP創造一個TIE這個欄位 然後它是一個時間格式 所以我要讀上1月1號 好 那就每一個 就是每一年的年出的GDP值 到時候 它就可以跟 寶貸余兒的1月1號去做連結 find time 它就可以直接做leadjoin 那join完之後呢 啊 這邊 這邊其實是多餘的資料 好 總之呢 這個處理完之後 就可以看到一個 最後 可以做其他分析畫圖 我們所使用的資料 每一個年 每一個時間點 的GDP以及房貸余的等等 那事實上到這呢 就是 恭喜大家 ETL流程 大致完成了 對 甚至 其實就完成了 好 那 最後這邊 有一個最後一理由 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 ETL流程 處理完啊 我想大家一定會 其實大家應該更 更值得想要去瞭解的就是 那我到底可以用這些資料做什麼 第一件事情 就是 VAR2 那這邊用到 繼續VAR2 不過這邊不會跟大家講 大家看看就好 因為這個是後面 Fegulation 會跟大家介紹的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要解釋 因為事實上 我們其實講了 走了這麼大一大段路 其實我們真的要問的是問題 我們的問題到底透過資料解決 那我們的問題是問什麼 問題是問說 那這幾年下來 那房貸 我們看到是房價一直在攀升 那是不是房價可以開始往下掉 那時候是說 透過新聞我們知道 我們去觀察 GDP跟房貸余有的比值 超過40% 好像就是一個泡沫化的指標 那事實上 我們剛才也秀了那樣一張圖 也畫了圖出來 你大概可以看到 他這個比值 就差不多在 09年之後 差不多穩定在37.5% 對 事實上又沒超過 當然大家可能還會有個問題 可是我怎麼好像有看到 別人說超過或者什麼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 大家對於資料 夠不夠了解 我看就更深了 因為 這邊我抽取的是房貸余額 但事實上 大家在討論的那個數值 那個指標是 房貸余額再加上 房務裝潢貸款余額 那你一加上去就差不多 其實就是這樣子 插在這裡 那後面的話 其實有一些簡單的 簡單對於資料的詮釋 那大家有興趣 會有可以看一看 那這其實就是 回憶一開始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 的一些小小的成果 那當然最後的話 更重要的事情是 透過將ETL 一起畫圖解釋之後 當然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個報告 那做這個報告的話 其實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從這些資料中 找出一些insight 所以我們也會有一些 需要從資料來進行分析的事情 那我想透過ETL 已經整理出一個 可以好用的資料表後 我想做這個報告 以及分析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今天這個 這樣兩次的課程 我們再回覆一下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就是一開始的設定問題 下載讀錄整理 整合資料 畫圖解釋 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流程 好 那額外的延伸主題 其實上一次啊 其實在第一次課程後 其實有一些 可能有其實後來有問 就說 那我們這一些 既然是ETL課程 那他要怎麼去自動化 那事實上 這邊後面有提供 用一個這樣子簡單的一個範例 大家可以透過 CMDbatch 這樣的一個指令去做 那當然可能也會有人想問 那 我的script 想要丟一些參數 又該怎麼辦 那其實有另外一個 執行方法 叫script 然後加一些參數 再執行的script 那這個東西 其實後續 大家可以再去探究 這樣子 那當然有興趣 大家可以就是來這邊問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說 其實 在這個ETL課程 其實大家也可能很關心的是 怎麼樣從網路上把資料拉下來 那其實像在這邊 家瑋其實有提到一些 去爬新聞網站的方式 那像一些比較結構化的資料 我們又該怎麼處理呢 透過rcloud rcloud rcloud 就是這邊就可以 就可以去把它爬下來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範例 那後續的話 大家也可以透過這個套件 去看一些其他的運動方法 這個套件還蠻厲害的 因為有一些網站 如果要輸入一些 帳衣的話 也可以 也可以進行去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是一些其他外的套件 給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開一看 這邊就提供給大家 那最後就是這個課程 用大人分析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不過因為時間有點晚 所以不然我們就先這邊結束 那有問題就直接 直接到前面來跟講 就是交流 很好的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事後如果有什麼 使用上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都歡迎到大人上面去貼連結 天天的抽屜信 他們都會在進行私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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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